好的 鲜鱼各位观众朋友 的确大家非常想要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回暖 提醒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再忍耐一下下 本周的天气四个字告诉大家 先冷 后暖 回暖的时间点就在周四 而且会让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回暖的幅度蛮有感觉的 但是整体来说 今天台湾的天气 持续受到了东北风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南北的天气 其实有蛮大的落差 今天整个嘉义以南地带 还是白天高温有来到28 29度 算是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 但是北部地区 有没有今天一出门的时候 觉得比昨天还要再凉 再冷一点点 今天北部地区的白天高温 通通是在20度以下的清晨 以及夜晚的低温 落在14到15度之间 比昨天的时候 还要下滑个1度左右 今天持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再加上下雨 所以感受上就更冷了一点点 下一张图 雷达回波图 带你来看到 今天最主要就是因为 华南云雨的水气带 一入台湾 所以包括你可以看到 整个苗栗以北 都或多或少 又降雨的状况 再让中午过后 整个水气带往南压了 所以包括了台州 南投跟彰化 也有部分的雨势出现 另外是整个东南部地区了 最主要受到了东北风的影响 也把在东部 这个海面上的这些水气 带入了陆地 所以包括了台东跟屏东 其实是今天雨下的比较多的地方 累积到现在的 累积雨量20到30毫米 没有算太多 但是跟昨天相较起来 的确这个雨是变得比较明显了 那么大家会想问 明天呢 告诉大家 明天水气还是比较偏多的情形 下一张图带您来看 地面天气图 这是明天的地面天气图 明天可以看到 高压已经出海了 我们说高压出海 冷空气就要减弱 怎么温度没有回升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华南这一带的水气 持续东西影响台湾 还有没有看到 封面系统 封面系统呢 明天也会开始 往东方移动 靠近台湾了 所以呢 自然台湾的云层量 比较多 水气比较多 所以高温就回不去 上不来 所以呢 明天整体来说呢 北台湾还是比较 偏凉 偏冷一点 来到礼拜四过后 封面通过了 接着风场 就从东北风 转成东风 东南风的环境 所以呢 温度就开始 慢慢的回暖 整体来说 温度曲线 现在大家来看到 北部东半部地区 更明显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 既然白天的高温 是在20度以下 但是明天开始 慢慢的往上飙 甚至到周五过后 又回升到30度 甚至可以 站上30度以上 温暖的温度了 至于呢 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呢 下一张图 带你我来看 会来一周 天气都十分不错 但是唯独呢 今明两天 因为受到了 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呢 在白天高温的部分 稍微的往下滑 但是还有28 29度 还是蛮舒适的温度 但是周四过后呢 又会回升到30度 甚至是31度 以上的高温 看起来这周末假期呢 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恢复到32 33度 也是有可能的 到时候就要提醒 大家防晒 补水工作 一定要做好 紧接着明天各地的温度 要提供给你 北部地区 明天白天的高温 22到24度 还是属于比较容易 下雨的天气形态 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提醒您 云层量还是比较偏多 散带在身上 比较保险 南台湾的部分 这些温差大 要提醒 南台湾的观众朋友 空气品质比较差 至于东南部地区 白天高温 23到16度 雷岛地区 今天晚间 到明天的上半天 沿岸的风浪 还是偏强 要特别小心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 我们将时间 交还给县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